隔了将近三年小三通金门泉州航线终于在10号上午恢复通航 第一天首航来回总共载运47位的旅客 旅客表示这条航线复航之后 以后他们去南安石井等地更方便 同时更加便利两地往返 也希望两地的航点可以常态化早日能够施行 原定9点20从泉州起航 但因为天气起雾 客轮延误到9点40才出发 搭载17名的旅客 在10点50分抵达水头码头 县府观光处处长张瑞鑫 也来到水头码头迎接返金的旅客 因为这一次泉州是第一天开行 第二来就是又是免费的招待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可以减少一些费用 比如说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三年没回去了 那我们现在到石井去看一看 到那边灌一灌 已经太久了 小三通甚至大三通能够开放更多的航电 能够造福我们台商以及台胞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台湾的政府能够响应民意 能够尽早把小三通全面的开放 大陆的航电也能够大量的配合 中央在2月4号核定小三通专案持续之后 从2月7号开始推动增加金门到泉州航线 方便去南安石井等地 不用浪费时间再从厦门拉车过去 通航可以连接两岸的乡亲 大家的来往 谢谢 很好 我们住的都家人在泉州 房子也在泉州 在开航对我们比较方便 今天是泉州进门的 护航的第一天 那搭乘的人数从泉州过来有17位 这个航线今天复航以后 那我们是周三周六各有一班 会常态化这样 目前金泉航线将以每个礼拜两班的方式 载运旅客分别是礼拜三礼拜六开航 上午9点20由泉州开往金门 11点10分由金门返回泉州 金泉航线复航让小三通恢复停航前的航线 也让两岸往返旅客多了一条航线选择